刘南团爱豆惨遭绑架 被他视为家人的队友却拒绝交赎金 就在被撕票的最后时刻他才得知 原来自己之所以能成为团主 享受那么多的宠爱 只不过是因为他是众人白月光的提升 现如今白月光已经回国 他自然没有了利用价值 一阵刺痛他再次重生 回到艾克男团来渔村拍节目的前一天 上一世队长方浩哲在渔村和他相遇 认为他是一块仆玉 迟早会在演艺圈崭露头角 不想再过苦日子的童阳 决定抓住这次机会离开小渔村 他配合方浩哲饰演了一个 家境贫寒但是被父母疼爱 却因为颜值高薪比天高 养成了骄纵跋扈性格的少年 方浩哲几个团队成员用善良感化少年 节目推出男团彻底爆火 而童阳则是被一路黑 好在方浩哲三人对童阳简直宠上天际 吸了不少好感度 也很多人嗑他们队员的哥哥弟弟CP 但是始终有一种声音 就是童阳拖累了整个爱的发展 当时的童阳不在乎 哥哥们这么爱他 他愿意为了他们做任何事情 如今想来真是可笑 这次他可不会让方浩哲得逞了 他就这么想着 手里收网的动作就慢了下来 旁边的童筋看着不满意 一脚踹在童阳膝盖上 天天吃那么多 一到干活的时候就干不动了 养你干嘛吃的 童阳膝盖一阵剧痛 看着绑大腰圆的童筋 嘴角一阵抽搐 要说吃得多他可不敢和这兄弟俩比 自己在这个家就从没吃饱过 窝囊废的爹 波夫偏心的骂 霸道的两个哥哥 童阳在这个家毫无地位 谁都可以打骂 唯一心疼他的就是还年幼的妹妹秀秀 几人回到家就看到院子里 挤满了光鲜亮丽的男男女女 除了摄像和工作人员 来的一人有五个 X三个成员还有两个女艺人 一个是刚刚展露头角的小花米思思 一个是三线小演员姚绍琴 米思思单纯可爱脸上的笑容天真又甜美 让人一见就忍不住有保护欲 姚绍琴长相轻利 话不多他是肯干 没什么突出的个人特色 但是盛在有韧劲 有钱赚同家自然欢迎剧组入住 童金和童宝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米思思 被方浩哲发现 方浩哲不动声色的挡在了米思思前面 也挡住了童金童宝的视线 兄弟二人有些扫兴的打了招呼转头进了屋 米思思对方浩哲投来感激的目光 童阳心里一声冷笑 方浩哲是娱乐圈出了名的体贴入微 他敏感又细腻 能够很快地发现其他人的需求 并加以满足 所以圈子里的人都觉得他是个老好人 不过童阳没有现在拆穿他的意思 他礼貌地上前打了招呼 拎着鱼篓进了院子里的厨房 方浩哲看到童阳的瞬间眼睛亮了一下 身后的工作人员也在说 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啊 天天在海边晒 皮肤怎么还这么白 方浩哲心里有了主意 他转身去找周导 周导 我觉得刚才那个男孩 可以上镜试试看 周导刚才也注意到了童阳 尤其是童阳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 那少年白皙干净脸上波澜不惊 实打实地吸引人 因此方浩哲的提议周导没有直接回复 一行人准备在童家安顿下来 开始着手收拾房子 童阳手脚麻利帮两个女孩收拾好了房间 又把透光的窗帘换掉 上一室那两兄弟没少透过窗户偷看 童阳的举动让米思思和姚绍晴觉得很贴心 但是同经同保可不觉得 这小子什么意思 明摆着要坏他们的好事 童阳被两兄弟打得鼻青眼肿躺在地上 方浩哲发现后快速上前制止 看着一声不吭的童阳 方浩哲看着心一阵一阵的抽痛 刚开始他就注意到了童阳 他长得像自己当初一见清新的少年 虽然容貌不是特别像 但是神态却是惊人的相似 两个人都冷冷清清的 如今看着这个和心上人极其相似的少年 被打成这样 还一副乖乖的样子 方浩哲的保护欲爆棚了 他愤怒地对着童金童宝怒吼道 这可是你们亲弟弟 你们怎么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 童金童宝不敢对方浩哲怎么样 毕竟剧组给了他们家一大笔钱 两个人也不想惯着方浩哲 于是转身都跑掉了 只剩下方浩哲和童阳两个人 方浩哲气愤极了 你哥哥怎么这么打你 童阳软糯糯道 没事的 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那怎么行 你身上的伤得赶紧处理一下 童阳抬起眼睛看着方浩哲 那双乌黑的瞳孔带着些许水光 像一只小动物般天真无邪 方浩哲的心开始狂跳起来 他从没想到天真和纯情也能这么勾人 他想也不想就蹲在了童阳身前 走 我背你回去 方浩哲一路背着童阳 童阳一直不说话 谢谢你 我很重吧 不呢 你好轻的 童阳嗷了一声嘀咕了一声 总是吃不饱 方浩哲就觉得心疼 你哥哥怎么能这么对你 你应该告诉你爸妈 童阳没有说话 方浩哲以为他不想谈也没说话 谁知道那软糯糯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来 嗯 他们不管的 方浩哲心疼 如果是余泽同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心都要碎了 你想和我走吗 把我放下来 我要自己走 方浩哲一愣这是怎么了 但是童阳态度坚决 他就把童阳放了下来 结果童阳下地就单腿跳着要跑 方浩哲在心里猛了一阵又急忙追过去 别跑别跑 你伤还没好呢 童阳跳得更快了 方浩哲在后面追 跳得哪有跑得快 何况还瘸了一条腿 很快就被方浩哲一把拉住了 你跑什么呀 方浩哲一脸奇怪 童阳有点害怕 你不是人贩子吗 我又不认识你 你就让我跟你走 方浩哲这才搞清楚眼前少年的脑回路 哈哈大笑起来 这孩子怎么这么可爱 可爱惨了 方浩哲下意识就伸手去揉童阳的头发 童阳躲了一下最后又愣在那里 任由方浩哲揉头 我叫方浩哲 你如果经常看电视的话 应该会认识我 童阳眼睛一亮 那你是电影明星 也不算是了 嗯 也差不多 方浩哲被童阳崇拜的小眼神一看 整个人都飘了 总之 等你知道哥哥有多厉害之后 就不会这么想了 童阳眼睛亮亮的点头 嗯 好 方浩哲果然还和上一世一样 喜欢这种青春无害的傻孩子 喜欢被人崇拜 他喜欢自己就演给他看 让他过把影 好戏都在后头 回去方浩哲直接去找了周导 把自己的想法和周导说明 但是周导不太赞成这种 他更喜欢拍真实的生活 但是最近节目热度 一直卡在一个地方上不去 台里领导不满意 他压力也不小 有点左右为难 周导决定和童阳谈谈 让童阳自己决定 方浩哲有些不高兴 人是他发现的上镜的主意 也是他出的 究竟怎么拍 应该和自己商量一下吧 但是面对周导 初出茅庐的他也只能选择闭嘴 童阳被陈翠拽进屋之后 直接推搧到地上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胆子肥了 敢坏我儿子的好事 老娘打死你 童金童宝在旁边坐着看 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 本来就受伤的童阳 被陈翠打了几下 胃里又是一阵翻腾 他实在是有些厌烦了 又打又打 这童家人除了打人 能不能有些新鲜花样 如果不是他们人多是重 自己还手会吃亏 他早就和眼前的女人拼命了 这个女人在上一世 讹了经纪公司一笔钱 从此和他断绝关系 任由他一人 在娱乐圈的深海里沉浮 没有亲人的他 如同扶贫一般 毫无依托才会那么依赖方浩者 后来村子传来消息 说从小和他相依为命的小妹 童秀秀失足跌落山崖死了 这根稻草压垮了童阳 从此他把X所有人视同家人 而这些家人却如此残忍 把他当作另外一个人的替身 如今他不会再重走老路了 童阳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暗芒 沉粹见童阳一直默默挨打不说话 打了几下更来气转身 对着童金和童宝说 去 把咱家牛鞭拿过来 今天我就让这小兔仔子长长记性 童金很开心转身就往外跑 很快拿来了牛鞭 一鞭打下来 童阳刚要反抗 却看到角落一个小小的身影 扑了过来挡在了他前面 沉粹没想到小女儿会突然冲出来 一鞭子狠狠打在童秀秀的后脑勺上 童秀秀哭都没哭出一声来 软啪啪地倒在了童阳的身上 童阳脑子轰得一声 他急忙伸手抱住童秀秀小小的身体 软绵绵轻飘飘的 脸色惨白呼吸微弱 童阳的心一阵凝痛几乎说不出话来 他不顾自己受伤的腿 抱起童秀秀跌跌撞撞就往外跑 童宝看着童阳马上就要跑出门 转身堵在门口 这小子坏了自己的好事 就别想蒙混过关 结果就看着童阳一路冲过来 上来对着他就是一拳 这一拳又准又狠 几乎要倒进他的嘴里去了 童阳身体意外吐出一口鲜血带着一颗牙 童阳虽然瘦但是很有劲 上一室为了拍一个功夫短片 自己专门和一个散打师傅一起练过几个月 可惜不过是入门而已 童导被打了捂着脸 半天才反应过来 童阳一路到了院子里 他急匆匆走到方浩哲面前哀求道 浩哲哥 麻烦你送我去医院好吗 旁边的工作人员愣住 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止 大家都愣在那里 周导也迟疑了 方浩哲自然是愿意的 但是他也不敢耽误节目进度 便下意识转头看向周导 周导也算果断看到童阳怀里的小女孩 面色惨白不省人事当机立断 先救人 方浩哲急匆匆去开车 童阳也没客气跟着上了车 摄像刚想停止拍摄 周导却做了一个手势 示意致意他继续 摄像明白了周导的意思 便扛着摄像机跟了上去 车一路往镇子上开去 童阳怀里一直死死抱着童秀秀 一言不发 周导看着这个少年紧咬牙关 漂亮的脸上满是伤痕 心里也忍不住叹息一声 没想到现在的年代 还能看到这样的父母 真是活久见了 周导就安慰道 别急 我让浩哲开快一些 童阳就点头道谢 谢谢 说完又低头 看着怀里的童秀秀 喃喃自语 秀秀别怕 哥哥在 周导看着童阳若有所思 折腾了一番 车终于在天黑之前开到了镇上 童阳带着童秀秀去了医院 还好只是有点轻微脑震荡 包扎了一下 开了些要让回家观察 童秀秀觉得头疼哭了一会儿 最后在童阳怀里哭着睡着了 童阳在走廊里抱着童秀秀 愁眉不展 周导就过去跟他说话 怎么了 童阳低头不语 周导又问 担心妹妹 童阳点点头 然后又像鼓足了勇气一般 对周导哀求道 我 我能不能在这里待一晚上 周导一正 为什么 童阳没有回答 看着周导的眼神满是惧怕 周导一下子明白过来 童阳怕回家之后 还被家人打 他顿时心疼起这个男孩子来 但是更多的是 看到了这个节目的未来 这个孩子可能会带给 节目组一个新的开端 你放心吧 以后有我们在的时候 你不会挨打的 但是他们走了之后呢 周导没有说 童阳就转过头来问周导 我想知道 老演先生 你们拍节目 会不会挣很多很多钱 周导挣了一下 童阳紧接着说 我想和你一起拍节目 可以吗 我想挣钱 带着秀秀出去生活 离开这里 我想过好日子 周导没说话 就是静静地看着童阳 童阳也静静地看着周导 眸子里波澜不惊 好像只提了一个 很普通不过的要求 周导本来就有这个心思 但是被对方先说出来了 感觉就有些不同 他对这个少年的感觉不同 这少年出生于一个 如此糟糕的环境 还能出于尼而不然 知道帮女孩子 换不透光的帘子 知道爱护妹妹而且也不傻 知道想办法脱离 现在的状态 就好像自立自强的灰姑娘一样 虽然身处逆境 却阳光又干净 并且不放弃 自己生活的希望 周导的眼睛突然就亮了亮 他好像很久都没有 这么强烈的创作欲望了 他愿意给这样的孩子一个机会 可以 以后你就跟着我 童阳小心翼翼地问 那拍节目需要做什么 就做你自己就好 两人说话期间 不远处摄像的镜头 始终对着他们 周导觉得自己拍到了 宝贵的素材 这些内容播出去 一定比几个小明星 山村生活技术 更抓人眼球 童阳正式成为了 节目组的一员 童阳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建议姚绍晴剪短发 上一试 姚绍晴就是偶然 接到一个角色后 剪去长发 才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 可惜已经有点晚了 如今的姚绍晴 只有22岁一切都还来得及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帮你剪 姚绍晴虽然很吃惊 但是也很想改变试试看 童阳也不说话 剪子在手里发出 咔嚓咔嚓的声音 他的表情上满是专注 周导看得一不开眼 转头想让摄像 多拍一些童阳的镜头 结果就发现摄像的镜头 一直都在对着童阳 周导微微点头没有在说话 不知道等了多久 姚绍晴听到童阳说了一句 好了 姚绍晴抓过镜子一看 愣住了 镜子里人还是过去的自己 但是又有些许不同 他的五官和轮廓 本来就偏阴气 长发不但不能衬托他的气质 反而会有些许违和感 如今他的长发被剪去 修成了俐落的短发 却和他英姿萨爽的气质浑然天成 整个人生气勃勃充满了生命力 姚绍晴有些感激地转头看着童阳 谢谢 你 你怎么会给人剪头发 还剪得这么好 童阳很不好意思 我家的猪外羊啊 毛都是我剃的 就顺手了 姚绍晴心里一惊 她还是走了一步险棋 米思思很开心地扑上来 小羊羊小羊羊 我也要剪头发 你现在的发型很衬你的 不用再剪了 米思思听了也没纠结 就笑嘻嘻地又去喝汤 整个剧组气氛很好 摄像的镜头还是一直拍童阳 方浩哲觉得不对 就去找周导说话 周导 这和我们之前说的不太一样 童阳现在太出彩了吧 想到童阳那张和于泽同相似的脸 方浩哲心里一阵躁动 他和于泽同是一个训练般的练习生 两人感情不错 于泽同温和又干净是方浩哲喜欢的类型 只可惜于泽同极有天赋 早早地被选去演电视剧 他却只能进一家二流公司 组一个三流的男团 和于泽同的距离越来越远 只能偶尔出来一起聚个餐 有了童阳想必能削减他心里的寂寞吧 他想着 决定要和童阳搞好关系 只要他成功被拉进团队 童阳这一副乖乖宝宝的样子 还不是他说什么 童阳听什么 只是方浩哲没想到 他的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 寻找生活之美 第八季第一期播出之后 整个网络炸过了 这期寻找生活之美 没有着重拍摄几个小明星 在山村的生活 而是拍摄了一个貌美又鲜弱德 让人心疼的少年 在黑暗的家庭中挣扎 前行无比艰难 却依旧不放弃前进 还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 让人心疼之余 又忍不住心生希望和温暖 比单纯的卖惨强多了 尤其是看到童阳 又会做减肥餐 又会剪头发时 所有的观众惊恶了 我的天啊 这简直就是灰姑娘的性转版了 可怜弟弟恶毒妈妈 还有两个恶毒哥哥 那两个哥哥好恶心啊 眼睛一直黏在我们丝丝身上 这是什么神仙宝宝 十八般武艺样样全能啊 童阳国民关注度直线飙升 所有人都被那个貌美的 先弱少年吸引了注意力 大家都一致认为 这才是发现生活之美啊 生活之美不光是油盐酱醋 美啊有的人也很美啊 就像我们童阳小哥哥 姚绍晴剪完头发之后的亮相 也引起了一部话题度 也因此顺利接到了一部电视剧的邀约 据说投资上一时的大RP改变 一时之间童阳的人气竟然超过来 在热搜上 阿克名次仅高于童阳的两个奇葩哥哥 是怎么养成的 方浩哲很抑郁 童阳却很平静 这不过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方浩哲会一步一步看着自己走向成功 然后把他踩死在脚下 才能解心头之恨 因为发现生活的美这个节目不怎么炒作 一般都是一个场地拍很久 一边拍一边播 而不是拍一期 看看观众反响在继续换地方拍的模式 所以他们直接租了一个月的房子 但是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 反响太好了 周导直接接到了台里领导的电话 领导的意思是期要做一些改动 因为会有一些大咖一些的明星过来 内容不需要调整 只是要把拯救渔村少年这条线多拍一些 等待新嘉宾来的期间 剧组放了几天假 童阳带着米思思和姚绍晴去海边游泳捡贝壳 玩得不亦乐乎 渔村虽然穷 但是风景优美 摄像和工作人员就到处去采景 拍一些空镜剪辑实用 童阳几人还了翻船准备往回走 是方浩哲来了 四个人一起往回走 到了童阳家门口 方浩哲突然又说 童阳 你能陪我在这村子里转着吗 景色很好我怕迷路 这要求合情合理 童阳也没拒绝 两个人一起溜达到一屁近处 方浩哲突然站着 童阳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童阳乖巧的嗡了一声 抬眼看着方浩哲等着他说 你要不要加入爱 成为我们的一员 我们会把你当小弟弟一样悉心呵护的 你留在这里 真的对你未来一点用途都没有 你真的不适合这里 哥哥看着很心疼 童阳摇摇头 不 你这么关心我 我很感动的 上一世方浩哲也是这样私下 说了很多为他好的话 让他加入了爱 但没想到一切都是磨难的开始 如今方浩哲还在顾忌重施 只是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 他不可能再加入爱 和那几个人渣为伍 童阳干脆拒绝 对不起浩哲哥 我觉得你人很好 但是我不能加入 为什么 因为周导希望我以后 能够跟着他去拍电影 组合的话要会跳回场 我什么都不会 原来是在担心这个 方浩哲脸上放松了些 但是心里也有些不舒服 自己在演艺圈混了两三年了 根本没人找自己拍电影 童阳怎么一上来 就让周导对他青睐有加 但是不舒服归不舒服 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必须要达到 童阳眼看着是有前途的 如果他加入爱 其余三个人都能跟着沾光 现在不同意 多请求几次总能成功的 而且他还这么像于泽同 简直是为自己而生的 是上天为了解自己的相思之苦 方浩哲眼睛落在童阳的唇上 那双唇 唇形优美带着淡淡的粉色 即使没有涂任何润唇膏 也犯着些许晶莹剔透的色泽 方浩哲像被蛊惑了似的 一把拉过童阳 低头就要 童阳好像被吓傻了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眨巴着大眼睛 双唇马上就要触碰的瞬间 方浩哲突然后脑勺子 好像被什么狠狠敲了一下 脑袋嗡嗡作响 他头一痛向一边歪曲 童阳一躲他就栽倒在地 转头一看童阳手里握着一块砖 方浩哲还没说出话来 鼻腔就一热 一摸满手的心红色 童阳用砖头把自己砸出血了 方浩哲气得想站起来 但是几次都没站起来 童阳见方浩哲这个样子 好像吓坏了 急忙丢下砖头扑过去扶他 对不起啊 浩哲哥 我我 我吓坏了 方浩哲气不打一出来 我又没打你 你怎么就吓坏了 他没有再发火 也没有了发情的心思 被童阳一路掺回去了 不远处的房屋拐角处 走出来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年 说是少年 但已经有了些成熟青年的味道 有少年的英气和青年的刚毅 他穿着一袭白色风衣 衬得俊美无暇的面孔 带了些折鲜清冷的味道 显然 他听到了刚才那段对话 流南团爱豆惨遭绑架 被他视为家人的队友 却拒绝交赎金 就在被撕票的最后时刻 他才得知 原来自己之所以能成为团主 享受那么多的宠爱 只不过是因为 他是众人白月光的替身 现如今白月光已经回国 他自然没有了利用价值 一阵刺痛他再次重生 见到了那个众人的白月光 于泽同的到来 在院子里掀起了小小的高潮 所有人都很惊讶 于泽同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已经拍了几部电视剧电影 风评很好 身价也在水涨船高 被童阳一砖头拍晕的方浩哲 这个时候整个人又猛了 他刚刚找到了白月光的替身 结果白月光亲自来了 方浩哲有点手足无措 他刚刚开始和童阳关系有进展 于泽同突然就出来了 这如果被童阳看到了会不会多想 他想着小心翼翼地 往童阳那边瞥了一眼 童阳却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似乎对自己和于泽同 长得像的这件事并不自知 他手里拎着一把蒜台 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细心地嘖着 方浩哲松了口气 心想 还好这个孩子傻 童阳一边摘蒜台一边观察这些人 X3组人看到于泽同时 所散发出的那种快乐 简直都要尸体化了 联想到上一世这三个人对自己万般宠爱 却不敢让他活起来 一直任由粉丝黑自己 不过是想把自己这个替身 牢牢把握在手里这件事 就觉得恶心 现在自己求而不得的白月光就直接出现了 还在你们备选的替身面前 你们做何感想呢 童阳喜闻乐见 其他两个人怎么想的不知道 方浩哲今天晚上怕是要睡不着觉了 童阳这边乐颠颠的泽蒜台呢 这边周岛就跟童阳说 杨阳 今天晚上让泽同睡你那里吧 他只拍两天就走了 童阳手里欢乐的算抬掉地上了 不 杨阳不愿意 但是杨阳的人设不能说不愿意 这个时候不能帮人设 童阳抬头露出灿烂的笑 好啊 晚饭时间X三个人和于泽同挨着做 方浩哲费尽心思的想要找话题跟于泽同搭枪 无奈于泽同就是个大写的冰块人 温温有里面无表情 话少 少到能说一个字 绝对不说两个字 方浩哲连找了几个话题 没了几句就被话题终结者于泽同给终结了 只能选择默默低头喝汤 而童宝对思思仍不死心 变着花样接近思思 周导非常气愤 但是已经给了一个月的定金 只能去镇上给思思另外找个安全的地方 而童阳一直保护思思坏了童宝的好事 这让童宝气得牙痒痒 众目睽睽之下就要对童阳动手 方浩哲从童宝的巴掌下救下童阳后 手就没撒开过 于泽同正静静地坐在那里 手里拿着双筷子漫条丝里的吃着 方浩哲看到于泽同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自在 尤其想到自己刚才抱着童阳的样子 被于泽同看到了心里更是别扭 感觉自己像和外事优惠 然后被正式抓包的男人 童阳默默地坐在旁边 看着方浩哲的样子 心里觉得有趣 这一副左右为难情男自己的样子 做给谁看呢 好像谁把你当盘菜似的 再一看对面坐在漫条丝里吃饭的于泽同 童阳觉得对面的人胸 应该和自己想法一样 方浩哲愁出了半天 最后终于忍痛下决心 杨阳 等下再收拾吧 我等你一起 童阳有些惊讶地看着方浩哲 没想到这么快就先放弃一头选另外一头 不过童阳能够get到方浩哲内心里的想法 于泽同一看就对他没什么意思 而且平日里也不会经常见到 而童阳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而且乖顺 日后如果加入了爱 就更是要对他为命是从了 短期收益来讲 选童阳收益更大 风险几乎没有 而白月光适合放长线钓大鱼 再看看自己和于泽同的相似度 这个过程就完美收官 童阳心里泛起一阵冷笑 这世界上的是怎么可能处处都让你这种人如意 如果坏人一直都能心想事成 让好人如何自处呢 想到这里 童阳下了一个决定 他不会加入爱 但是他一定要成功 不管花多少时间 都一定要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切 鲜花掌声粉丝名利金钱 还有求而不得的白月光 童阳看了一眼于泽同 看那位人兄还在那里吃呢 心里默默地抹了一把汗 白月光就不要了 让他自己在那里发光发亮吧 就这么想着 童阳反而对方浩哲亲热了一些 浩哲哥 谢谢你刚才保护我 方浩哲摆出一副保护者的姿态 俊秀的眉眼里满是温柔 在我心里 你就是个小孩子 当然要处处保护你了 然后他还补了一句 有哥哥在 谁都别想伤害你 童阳笑了笑心里付费 是啊 最大的伤害就是你造成的 这边于泽同终于吃完了饭菜 规规矩矩地放在了桌上 静静地说了一句 很好吃 多谢招待 然后于泽同站起身 帮童阳收拾桌子 方浩哲也来帮忙 桌子很快收拾好了 童阳去刷碗 方浩哲拿着扫把在院子里扫地 于泽同见没有自己的事 就转身回屋休息了 方浩哲看着于泽同的背影 心里百感焦急 没关系 现在的分离只是暂时的 方浩哲暗暗地下了决心 结果转头就踩了一脚鸡屎 童阳默默地抓了一把小米 喂给了拉屎的鸡 天色擦黑的时候 周导的助理回来了 房子找到了 很安全 离这里不远 那户男主人是镇上派出所的警察 家里都是女儿 只是他们那间需要时间收拾一下 助理很是为难他已经尽力了 这是他能在短期内找到的最好的地方 周导很理解 那就再凑合一晚上 好在他们人多 那两个男人就算有歪心思也不会太过分 童阳还是有些担心 要不我们今天晚上都去撕撕他们房里 一起打打牌看看电影 我先去补个觉 方浩哲也没有勉强 他现在对童阳要摆一摆顺的宠 才能让童阳踏踏实实地上他这条船 童阳进了屋 胡乱脱掉身上大的下人的衬衫丢在椅子上 上床就要睡 结果就听到外面进来一个人 童阳一愣起身一看 于泽同跟了进来 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 身板挺得像战军自私的 表情淡然 不过他为什么会进来 童阳有些惊讶 你于前辈 有什么事吗 于泽同俯身看着他 俊美的脸虽然表情淡然 却还是有一些压迫感 我补觉 那你去补啊 来我屋做什么 周导说 让我睡你的房间 于泽同一脸认真地解释道 童阳转念一想 想起来了周导确实说过 明天米思思他们搬出去的话 于泽同就可以搬走了 童阳点点头 那我给你疼个地方 童阳就抱着被子往里面挪了挪 他房间只有一张床 好在够大 两个人挤完全不是问题 后面于泽同嘻嘻嘟嘟 脱了血也上了床 童阳迷迷糊糊地想 这男人虽然挺火 倒是没什么明星架子 童阳累了一天很快就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他和于泽同坐在墓园里 对面就是他的墓碑 上面的黑白照片面无表情 童阳看着那照片 就想为自己的上一世流泪 而坐在他旁边的于泽同 没有再安慰他 反而在玩他的耳朵 先是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戳 然后来回拨弄 最后竟然直接上手掐 童阳推了他手好几次 竟然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玩 饶是好脾气又能忍得童阳 也有点按捺不住火气了 别玩了 他猛地吼了一声 把自己吓醒了 睁开眼才发现自己还躺在床上 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童阳想要起身 却发现了好像有哪里不对 真的有人在玩他的耳朵 童阳一把捂住自己的耳朵转头一看 就看到于泽同服在床边 满脸无辜地望着他 那只戳他耳朵的修长手指 还停滞在半空中 童阳捂着耳朵怒视着于泽同 你 于前辈 你做什么 于泽同有些许惊讶便回答道 喊你起床 哪有戳人耳朵喊起床的呀 戳得他痒死了 于泽同见童阳有些激动也有点惊讶了 耳朵不能碰吗 不是啊 所以你在生什么气 确实都是男人 碰一下耳朵也没什么呀 童阳默默地吃下了这个暗亏 他翻身起来去穿鞋子 结果旁边于泽同已经把他的鞋子拿在手里 一手抓过他的脚给他套鞋子 童阳被吓了一跳急忙抽回了腿 护住了自己的脚丫子 你你 于前辈 干嘛 这鞋子太硬了 会磨坏脚 我帮你检查一下 好吧 听起来理由合情合理 我有手有脚 我可以自己穿 童阳警惕地盯着于泽同 他对于泽同了解不多 但是就仅有的紧面来判断 这人干净正直 没什么歪心思 不然也不会在阿克如日中天的时候拒绝加入 也不会为自己在墓碑前落下那一滴眼泪 但是这个看起来干净清透的境遇系男神 怎么就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呢